A股3倍入魔,月底結晶 魔笛先吹聲港交鎖 國際指數公司MSCI去年正式納入A股 隨即啟動新一輪資訊 建議擴大選股範圍 同時將A股可計算的市值 由現在的5%增加3倍到2成 資訊今個星期結束,月底公佈結果 雖然即使成事 A股在MSCI新興市場指數的平均 只會由0.7%增加到2.9% 但已經足以成為大摩看好港交所 後視表現的主要原因之一 大摩發表報告,更為市場 還未反映港交所受惠資金流入內地的潛力 大摩指出,去年流入A股的資金 大概有450億美元 若果A股落實3倍入魔 單單經指數基金被動流入的資金 就有250億美元 主動管理基金跟足權重買A股 就會有250億美元 若果A股表現好像他們預期回佑 主動追入資金更加會有600億至1千億美元 令大摩看好全年最多有1,250億美元流入A股 接合相當於9,750億港元 參考以往交易模式 當中九成資金會經互股通、深股通買賣A股 隨著更多新投資者在香港市場買賣股票和期貨 大摩看好護心港通每日成交 會由去年日光360億 增加到後年的800億 因而提升港交所目標價4成到340元 港交所今天就升4% 創超過半年新高 港交所後市是否這麼好景 首先就要等月底MSI資訊結果出動先